高圆圆赵又廷2014年登记结婚 眼瞅着今年已经是第七年 与别的明星夫妻不同的是 人家都是传婚变 高圆圆却屡屡传言 婚后卑微 被公共责骂你是干什么值的 接下来请欣赏赵又廷父亲赵树海的一段威思汉 什么叫太太 就是好好在旁边伺候我 我吃完饭毛巾到地上来 我出去她还帮我提醒你 我说别别乖乖 别别别别你那么瘦 我说你女生提我的行李 她坚持 你别看她瘦 她很大力量 看来豪门媳妇真是不好当 赵又廷的父亲赵树海也是一名演员 虽然今年已经69岁 但依旧活跃在娱乐圈 最近参加的某综艺节目中 赵树海直言自己是一个完美主义者 对生活的细节要求很高 儿子赵又廷在他的教育下 已经和她一个特性了 主持人问她 如果是高圆圆摆错了呢 赵树海则直言 赵说不顾 甚至有一次曾责问高圆圆 你都住几天了 还不知道吗 那你干什么吃的 面对赵树海的耿直发言 不少网友表示 和平常人也没有什么区别 没想到 众网友心中的女神嫁人后 竟然在家里受到这样的委屈 相信很多观众都还记得 赵又廷 高圆圆 官宣恋情的时候 每次之前看微博 评论都会有那个 夺妻之仇 不公带天 这样的评论出现 就觉得 我又没得罪 在遇上赵又廷之前 高圆圆 曾经有过几段 无疾而终的爱情 简单 清透 美得毫无攻击 是所有人对她的评价 谢霆峰在宣传电影 一生一世的时候说 我接下这部剧的原因 只有一个 就是高圆圆 连砖挖明星黑料的卓伟 都说她很干净 2011年 陈凯歌拍摄电影搜索 女主角定下高圆圆 男主角准备找一个新人演员 陈红老婆推荐了软金天 告诉她有部电影 叫做猛侠 陈凯歌看完了电影 没看上软金天 反而喜欢上了 另一个演员 赵又廷 就这样 33岁的高圆圆 和28岁的赵又廷的缘分 开始了 一个是当红女神 一个是新人演员 这部电影开拍前 陈凯歌曾经和陈红打赌 演这两个角色的人 一定会相爱 陈红不信 事实证明 陈导的嘴是开过光的 电影中 杨守成和叶兰秋相爱的 现实中 赵又廷和高圆圆也相爱了 开拍不到一个月 他们已经形影不离 像全天下热恋的人一样 恨不得时时刻刻都黏在一起 拍摄现场成了课堂现场 陈凯歌在剧组说 爱上了 这还不爱上 这绝对 在拍分离的那场戏时 高圆圆还沉浸在悲伤的情绪中 走不出来 拍摄完成后 大家都收拾东西 准备杀青 高圆圆和赵又廷还抱在一起 戏拍完没几个月 赵又廷就在电影发布会上 当着所有媒体的面 公开承认了这段感情 面对这一段突出其来的恋情 很多粉丝都不看好 尤其是高圆圆在圈中地位不俗 在所有女明星中 绝对是一股清流 这样的仙女儿很难想象 到底有多优秀的男人才配得上 没想到 竟然被一个初出茅庐的新人演员 收入囊中 她有什么资格 任凭网友们说三道四 赵又廷 高圆圆 依旧毫不避讳 一举一动 都在炫耀着她们的恩爱 2014年 赵又廷 高圆圆 步入婚姻殿堂 高圆圆婚礼上的一番话 终于说服了那些心有不平的粉丝 她的出现让我知道 我想象中的那个人是存在的 也许赵又廷带高圆圆 是真的贴心又温暖吧 对于那些讽刺赵又廷 配不上高圆圆的人 她不是不管不顾 而是用实力回京 2014年 她拿到了华顶奖最佳男主角奖 2018年 三生三世活变绝望 赵又廷彻底火烂 再也没有人说她配不上高圆圆 面对质疑 面对诋毁 有时候真的不需要多说 需要的是时间 实力 赵又廷做到了 如今两人已经结婚七年 赵又廷合作的女演员不计其数 依旧没有任何绯闻缠身 即使面对宅男女神杨幂 也毫不动心 在记者询问合作感想时 赵又廷趁机表白妻子 跟我合作的演员 除了自己的老婆之外 其他基本上都是男的 再一次让大众吃了一把狗粮 当两人结婚四年的时候 高圆圆39岁 依旧没有怀孕 不止观众 赵又廷的父亲也非常着急 高圆圆压力不小 又有记者采访她 你为什么不生孩子 高圆圆也很无奈 好像不生孩子 变成了我的一个错误 为什么五年了都不要孩子 相信是有一定原因的 也许是为了拼事业 也许是年龄大了 身体不好 但无论如何 此时的赵又廷 站出来为妻子 抵挡流言蜚语 称自己并不喜欢孩子 可以接受顶客 就算没有孩子 也会一直爱着圆圆 宁管丈夫不在意 高圆圆依旧想着这件事 2019年4月8号 高圆圆 赵又廷的孩子出生了 结婚五年 两人终于有了爱情的结晶 前段时间 生过孩子的高圆圆 现身脑直播间 气质优雅 笑叶如花 一个女人幸不幸福 从她的脸上就看得出来 虽然在夫家 有个严厉的公公 但嫁不住老公的宠爱 当然了 从客观上来说 赵树海看起来严格 实际上 也是因为自身是个完美主义 生活中的赵树海 还是很心疼儿媳的 当初 高圆圆的母亲 从生病到离世 一直是赵又廷陪在身边 多数时候 都在北京 几乎没有回过老家 高女生生宝宝的时候 也选择留在北京 赵树海和妻子 也对此没有任何不满 而是全家直接飞到北京 照顾高圆圆 现如今 更是选择签约北京的公司 选择待在媳妇的家乡 对圆圆的宠爱可见一斑 之前有媒体拍到 赵又廷一家人 带着孩子外出 看起来非常和睦 其实完全不用担心 高圆圆和公共婆婆 并不住在一起 小夫妻二人 还是非常甜蜜的 好的爱情 没有什么配不配 也许婚姻就是逛街 带孩子买菜吧 细水长流 未尝不是一种幸福 好了本期视频 就编到这里了 喜白文年年有 套路从不变更 我是传奇君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